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今天这个节目的环节是新年的祝福 我想每个人都需要祝福 因为人生好像刚才童讲的 我们都会经过好多的困难 我们需要信心 信心些种祝福 那除了信心些种祝福之外呢 还有好多好多的祝福 那上帝呢还愿意来祝福我们 这是很难得的 人很渺小 神很伟大 但是神愿意祝福渺小的人 但一般的祝福 一般的礼物我们是用手去领受的 但是祝福呢 是用心去领受的 所以今天呢我想希望 当我愿意来祝福大家的时候 大家用心来领受 那今天我要带给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祝福 就是内心的一个平安 平安 平安是福 那怎么讲呢 上帝的平安是怎么样的呢 我想呢 请打一节圣经出来 那个圣经是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的 这是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 一起来练一二三 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不接受光 好 这句话呢 假如你只是的思想的话呢 其实你不会明白的 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有能力去不接受光吗 没有能力的 当个黑暗的地方 有阳光一来到了 黑暗就没有了 他不是他来决定的是不是 好像这个房间本来很黑的 你一打开那个灯就光了 黑暗是没有办法来拒绝光的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一般来说 黑暗没有办法抗拒光 但是这里说 所讲的那种黑暗 是人心里的黑暗 这里所讲的光 是上帝的祝福 上帝的光来到 黑暗就会烧除 人心的黑暗就会消除 但是这里说 黑暗却不接受光 这是代表 人的心里面 原来是可以做一个这样的决定的 你可以接受光 你可以不接受光 你可以接受神的祝福 你也可以拒绝上帝的祝福 这是这个意思 最近我听到一个 间接的听到一个新闻 我没有详细的来看 不过这个新闻是很简单 就讲一个青年人 他的妈妈对他很好 常常告诉他 你这个要不对 你这个不对 你要改 你要努力 有没有听过这个新闻啊 然后他就把妈妈都干掉了 把妈妈杀掉了 哎呀这个好恐怖啊 但是这个是真实的事情 真实的事情 就是说他拒绝了妈妈给他的建议 提醒他不接受光 他不接受妈妈的爱 不接受妈妈的祝福 所以把他干掉了 那圣经讲这句话的时候 同样是描述了人类对上帝的那种的拒绝 光来到世界 上帝的爱来到世界 但是人不接受 所以呢你看圣经就知道了 耶稣把人类的黑暗 内心里面的黑暗 切入出来的时候 那些当时的人 那些法利塞人 那些宗教的领袖 就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 要除灭了这个光 除满了耶稣 这个就是圣经的意思 但光是人需要的 人活在黑暗里面是好危险的 我生在战后 我生在战后的香港 我住在一个好贫穷的地方 我有一次我在 哀在那时候初信主十几岁 我就哀在一个黑黑黑的地方 我在那里自己祷告 那当我祷告的时候 在我的耳边 我这个床的这个墙上 那个耳边好像有些声音 我是感觉到的 那我就打开灯来看看 原来有一条蜈蚣啊 就是在我的耳边 我不想为什么我会听得到 而他在我在那里 我说哎呀幸亏 我这打开那个灯啊 我就看到傻子一跳 我就这个印象好深啊 这个幸亏有光 否则我就好危险啊 人生会迷失 人生会做错事情 失败 是因为看不清楚 看不到 所以光是好重要 我不舍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人的名字 叫蔡淑娟 蔡淑娟她讲了一个见证啊 她说她怎么样信耶稣的呢 她说当她是小的时候 有机会来读书啊 在她那个好多年前啊 那个打球的时候呢 打球的时候呢 她就去追一个球 这个球 那个球呢就去到一个地方 然后她就去 这个球旁边呢 有一块石头 那她在看这个石头的时候呢 她就想起了 在她的学校里面 有一个宣教士讲了一个故事 讲到一个 耶稣是世界的光的故事 她就想 那个故事讲什么呢 她的故事是讲那个石头 那个打开的时候 把他搬走的时候 就有好多小的虫呢 就走出来了 所以她看到一个石头的时候 就想起这个宣教士讲的故事 她就试试看 好 让我来打开这个石头 看看有什么事情发生 结果呢 结果呢 她就把石头打开了 结果呢 真的有好多小东西走出来啊 哎呀 她就想起那个 圣经的故事啊 这个宣教士讲的故事 耶稣是世界的光 他人间心里面有个感动 他想起宣教士的话 原来在我们内心里面啊 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里面啊 其实都有好多小动物 平常看不见的 我们里面好多黑暗的东西 平常看不见的 好像呢 这个小东西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直度啦 妒忌别人啊 看到别人比自己好的时候 就会妒忌他啦 有时候呢 不惊不觉了 因为妒忌的缘故呢 就讲你一两句 不应该讲的话 有没有试过啊 很容易的 因为妒忌人就会重伤别人啊 这是里面的黑暗面 那她想起呢 原来人里面呢 要贪心啊 明明的足够的 还是不够 明明度要好多了 还是要多得一点 不单这个人之赏情 但是呢 常常还是 踏出别人的头 伤害了别人 占了别人的便宜 而得到更多 这都是我们内心的那种黑暗面 所以呢 那个蔡苏娟就想起这样的一些事情呢 她就后来呢 就成为基督徒了 所以人心呢 实在是 要需要光 你没有光 你就会做错事了 就会讲错话了 我们这个光是神愿意在我们生命中里头的 来提醒我们的 所以我们希望呢 不要像这个圣经所讲 光来到我们里面 我们不接受光 光是对我们有益处的 耶稣是世界的光 那什么叫光呢 什么是 这个是内心里面的光呢 我讲过小故事了 我就讲完了 大家就会明白了 什么是生命里头的光呢 我们都不会否认一件事情 我们的内心有黑暗面 也有光明面 是不是 我们都会做些好的事情 做些善的事情 那种光能够消除我们内心的那种黑暗 但是我们需要领受光 需要顺着光来生活 那我记得有一次我读一个小文章 我读到很简单的文章 不过我读完之后呢 我觉得好感动 那个小文章是讲什么呢 它讲一个 在一个幼儿院里面 有一个老师 他带了小朋友到公园里面去玩 好像现在的幼儿院都有要求的 认为小孩子要到外面透透气 所以老师就要带出去了 有一次呢 有一次呢 那个老师呢就是太说服了 我觉得是没有道理的 不过这个是发生了 就是他数那个人数的时候呢 就漏掉一个小孩子 就没有去找那个小孩子呢 他就走了 结果呢 结果呢 这个四岁的小孩子呢 就一个人在公园里面哭啊 所以就 后来当那个发现 当那个学校发现的时候呢 再回去找的时候呢 那个小孩子呢已经好害怕 哭得好厉害 眼都红了 然后呢 这个是太可怕的事情了 然后呢 那个老师也真的好害怕 这个学校的校长 会怎么看这个事情呢 那个小孩子的家长 怎么看这个事情呢 所以他好害怕 结果呢 仇妇终是要见家翁了 那个妈妈来了 看到那个孩子呢 那个那么害怕 那个眼都肿了 所以就问起这个事情来 假如你是那个妈妈 你会怎么处理呢 你会大骂啦 怎么可能发生这个事情 可能用不同的态度来面对 但是一定是不为好的态度 但是你想这个妈妈怎么来面对呢 我觉得这个妈妈真是 好像有生命的光在她的里头啊 他就 他就走到那个孩子的面前 他对那个孩子说 他说 哎呀你的老师 因为忘记带你回来学校啊 他好难过啊 他好伤心 他有害怕 他好害怕 你好不好到他面前 给他亲一下呢 给他拥抱一下呢 你好不好对他说 没事啦 过去啦 OK啦 你可不可以这样做说呢 哎呀那个孩子本来是哭的 在听到妈妈这样说的时候啦 就走到老师面前 正是抱着这个老师 给他亲一下 轻轻地对他说 老师啊 没事啦 可以啦 OK啦 哎呀我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就觉得好感动 我觉得这个妈妈很好 我们可以把一些恨 一些不满 放在孩子的心中 也可以把饶恕 把爱 放在孩子的心中 这就是光啊 这种 把一种光 放在那个老师的心里面 让他有一种赦罪的平安 也让那个孩子的心里面 有一种爱的平安 我觉得人需要这种平安 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 不但给我们赦罪的平安 也教导我们懂得怎么爱 怎么去把平安给别人 好不好 在这个音乐会里面 我们不但听到很好的诗歌 很好的音乐 我们也接受上帝 给我们那生命之光 好不好啊 好 我们到此为止 把时间交给主持人 谢谢